天都還沒亮 台南南區這處彈航 湧現長長排隊人籠 就怕晚來一步 白蛋通通被賣光 短短兩個小時 彈航雞蛋通通被掃光 全台雞蛋之亂持續延燒 甚至還傳出養雞場 滿天寒假 彈航不得不加價搶蛋 收好的產地價 通通變成參考數據 這恐怕也連帶影響市場價格 雞蛋大盤商透露 原本一箱雞蛋養雞場 公定價賣910元 大盤業者得花1100至1200元 才買得到 中盤業者1200至1300元 一般餐飲業者則落在 1400至1500元 北部問題更嚴重 加上原本一台貨車 可以裝1000箱蛋 現在雞蛋不夠 載運量砍半 導致運輸成本也增加 報價機制可以說已經整個是崩壞掉了 對啊 因為沒有辦法照著正常的報價機制下去報價 所以現在整個非常混亂 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加價購買的部分 這應該是屬於個案的一個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也尊重市場的一個機制 那總體而言 目前的一個西藍的產校 還是回到那個參考價的那個基準 那我會透露買賣基於雙方合意 若有刻意哄抬價格 公平會 消保會都會積極處理 另外物價聯合基查小組 也將擴大淡加市場的機制查核 靜新聞 劉佩穎 洪偉桃 黃毅宣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聲靜美 靜好新聞